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放麦是属于演员练段子或者说是试段子的地方 新演员都要从开放麦做起 在北京有这么几家脱口球俱乐部比较知名的 比如北京喜剧之家 硬核喜剧 北京喜剧中心 然后还有单立人喜剧 铺吃 如果您想参加的话去关注任何一个北京脱口球俱乐部的公众号 里边有报名的方式 基本的素人 直接报名就可以了 有的俱乐部稍微严格一点 需要审您的稿 开放麦时间大概就是三到五分钟 然后您可以上去讲一讲您自己写出来的东西 如果您讲得好的话 开放麦就是一个契机 就会有俱乐部的负责人邀请您 比如说他们自己的俱乐部去商演 这就是您踏上商演的第一步 商演是什么意思呢 商演就是有报酬的 然后讲的全都是自己成熟的作品 是卖票的 其他的基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呢 如果您到了一个俱乐部啊 那个俱乐部的那个负责人呢 连开放麦都不让您讲 那您直接就干他闭眼就好了 好不好 先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开放麦吧 好吧 跳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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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 哈哈哈 这里 这是很低调的一个人啊 就是个艺术家 就是个可爱的艺术家 对 回来了 非常好 开放麦基本就是这个情况呢 然后后面呢 还要采访了几位这个开放麦的演员啊 这种开放麦演员基本就是一辈子讲开放麦的命啊 好吧 跳 录这个东西呢 诀窍啊 就一定要找比自己丑的人 来 这位兄弟就是非常的丑 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你是干嘛的 我现在想打死你 哈哈哈 非常的好啊 这位兄弟呢 他是一个健身教练 对吧 嗯 之前是 315打野之后是一样的 这种选手呢 就是注定一辈子讲开放麦的 你觉得你在这个后球的道路上还能走多远 兄弟 走多远 我不知道 反正我发现我被你买多了 挺好 那就这样 跟大家说再见 哎 有事找我 说你家是谁啊 以前说你家是谁 我是小昆坤 有事找我 小昆坤啊 aka小昆坤 有事找他 好吧 基本上没有 我的名字很好记得 我跟小哥哥 小姐姐都是一个派行的 当然你记不住了 还有小偷爸爸 一辈子说开放麦的命 真的啊 兄弟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非常的好 那给大家最后说一句 你这段就破了 嗯 说什么 最后一句说什么 嗯 反正大家你就这么看嘛 行不行不行 不行 不行 你快咬我 没有最尴尬 只有更尴尬 来 下一位大哥 来看面相应该知道吧 就是这个老大脖子粗 不是老板就是火夫 大哥是不是火夫 我是当老板的火夫 讨厌啊 就是你还是火夫对吧 啊 聊两句 你跟人们表演的时候哪唱歌呢 因为爱所以爱 可以回家朋友大哥 就 enough enough 走 走 走 好 回来了 对吧 非常的牛逼 非常的牛逼 哇 非常的牛逼 简直是天才 简直是天才 然后呢 下面就给大家看一眼就是商演是什么情况 今天呢 有一个商演 下午大概七点左右才演 但是我得提前早一点到 但是我现在其实我最想干的是拉屎 所以说我先去拉屎 然后等待着咱们到了场地再拍一下这个后场是怎么弄 好不好 大家好 走 大家好 已经到了这个后台了 然后简单把包放一下 咱们可以看一眼场地 走 这个呢 就是今天演出的场地了 然后 非常的 凉快 走 如果您练开方麦啊 如果您自己练段子的时候呢 最好找一个稍微没有人的地方 如果说您人很多的话 就会显得您比较愚蠢啊 基本就是这个感觉的 走 走 也所以说呢 最好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如果有人的话呢 会觉得您可能大脑有点问题啊 或者怎么样的 非常的有意思 如果啊 您非得让我给您提一些建议的话 首先第一 我是没有这个资格去给您提建议的 如果您是想说单口 如果想说单口 唯一我能给您提的建议就是 谁给您提建议 谁就是 谁就是好的老师 就这样吧 好吧 希望您呢 能有一个美好的单口生涯 走